咦 又被你发现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贝 今天非常的开心 今天做一个火吊墙来吃 这是自己家亲戚送的火吊墙 它这里面不仅有海鲜 而且还有金钱豹 最主要的一点还有松茸 把这里面的所有食材都泡发一下 然后首先先把这个蹄筋 花椒和这个金钱豹 放在保温瓶里泡发12个小时 我已经泡发12个小时了 大家看 这个金钱豹泡发好以后 怎么就这么一点大 没吃过也不懂 不知道对不对 把松茸 冬粉肝 花菇 荷叶 木碗 用冷水浸泡一个小时 大家看 这海参像不像一个毛毛虫 把这海参 三条金钱豹放在里面 姜 蹄筋 松茸 这些配菜全部放在里面 这个花菇四层小朵放在里面 加水 漫过食材 多加一点 这个大荷叶 封口 小火慢炖四个小时 然后在里面加入料酒 胡椒粉 时间到 开盖 一股浓浓的荷叶味道 撒上一勺食盐 来 加入鸡肉味的浓汤堡 煮开就可以出锅了 浮吊墙一直只是听过没有吃过 今天大饱口福 那我就看着了 先吃一下这个海参 圆圆小烫 吹一下 入口即化 满满的胶原蛋白 不错 我记得我这里还有上头金钱豹 找一下 看 味道不错 感觉这个吃起来就像那种 螺蛳肉一样 那种那种感觉 但是我感觉我是不是弄错了 这怎么就比指甲大一点 好小 不过呢 味道很不错的 有嚼劲 有嚼劲 我蘑菇 谁说的这个汤汁 好烫 一口下去就像吃了个汤包一样 你不注意就容易烫到嘴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 这个浮跳前的时候 就放盐就可以 其他佐料不要放 这样就掩盖它的鲜味了 这是那个冬孔干 嗯 好脆啊 哦 汤匙特别的鲜 再来点这个松茸和蹄筋 尝一尝 嗯 好吃 这个鲜肥筋特别也有点劲 大家看这个汤丝 你看 都拉丝了 满满的胶原蛋白 好浓啊 我喜欢这个蘑菇 因为这个蘑菇沾了这个汤汁 咬一口下去 又有汤汁 又有蘑菇的味道 哇 终于知道 知道它为什么叫佛跳墙了 以我的食量 这一锅我肯定都能把它吃掉 但是我听别人说 好像这个不能吃太多 所以我就吃这么多吧 然后我的乖乖的去下面条 好 今天泡沛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